草存鎮玉石社区利用鱼菜共生系统 栽种蔬菜供应给社区长辈食用 一方面不仅可以免于喷散农药 而鱼的粪便也是蔬菜的营养来源 采收后的蔬菜更为社区关怀据点加菜 那我们的热林长辈从一开始的培育 到现在的可以采收 这阶段他们非常的高兴 从每天一来就过去看一下说 有没有长大了 那一直问说哪时候可以采收 那到今天刚好可以采收了 那他们每个人都很高兴 我们就安排他们过去采收 自己培育自己栽种 还有再来自己采收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中午的时候用餐 那这个过程整个都是很营养的 还有很健康的 透过这样子的鱼菜共生系统 不仅能够帮社区节省必要的开支 也能让社区长辈食得健康无负担 感觉好吃 还很健康 就去盘 去挖水 加黑肺 它就就大得很快 是很幸运 我们只剩下水底而已 就很漂亮了 鱼 我们养鱼以后鱼吃完飼料排泄出来的废物 就是它的廢物 让我们的类似像肥料这样子 给我们长大 因为是自然的东西 没有那个农药 就是变成我们的蔬菜 而且长得比我们在平地上 比我们在那个平地上长得还快 先议员李舟宗肯定社区所有干部的用心 利用鱼菜共生系统 让社区长辈能够就近观察作物 也为地球节约能源 这个鱼菜共生 可以说不像这个团博的卫生 我们所行政的这个蔬菜 都算有机的 无毒的 这个共产的保护的时候 又拿来 这个插来 我们这些社区人来享用 这些人说是既观保 又卫生 又兼顾的身体健康 让社区人来享用 我们感觉很欢迎 透过鱼菜共生系统 不仅能够节约能源 更为社区节省必要的开支 也让社区长辈参与栽种过程 且又吃得健康无负担 接着利用圣草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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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力宝 铃舰 订阅 转发 打赏 力宝